搭載泰坦潛艇的船隻 週五從紐芬蘭的聖約翰斯出發 準備潛入海底約12,500英尺處 探索泰坦尼克號殘骸 不幸的是下潛1小時45分鐘後失聯 週一 加拿大派出一架P-8潛艇搜索機 投下聲納浮標 參與搜救 希望確定潛艇位置 同時 美國加拿大海岸警衛隊 也向周圍商船求助 確定我們可以擁有工具 救援人士 據悉 潛艇攜帶的氧氣最常可維持96小時 到週一下午已經用掉1 3分左右 專家表示 潛艇有7種辦法可以浮出水面 依然有希望 所以我很希望 非常正確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余良、張躍欣 綜合報導